下面我们进入切分音的学习 同学们看到这首曲子的拍号 在拍号的部分写了一个C 刚才老师给同学们讲过 这个C一样的符号表示 这是一首四四拍的歌曲 即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四拍 之前老师给大家讲过 四四拍曲目的节奏特点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吗 是不是 第一拍强拍 第二拍弱拍 第三拍次强拍 第四拍弱拍 也就是强弱次强弱 这就是四四拍曲目的节奏特点 我们看到第二小节 在第二小节中 第二拍的音被标记了重音符号 像这样重音位置的改变 使节奏呢 产生了一种摇摆不定的感觉 打乱了我们正常节拍的节奏特点 这样的音呢 我们称之为切分音 下面老师来弹奏一遍 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我们看到第二小节 老师再来弹奏一遍 第二拍的弱拍呢 被变成了强拍 改变了我们原来四四拍 曲目固定的节奏特点 这样的音呢 我们就称之为切分音 下面老师将完整示范一遍 这首歌曲 同学们来感受一下 切分音的音乐效果 音乐效果 下面老师来讲解一遍 这个曲目 第一小节中呢 我们的右手 第一拍和第三拍弹奏 而二拍和四拍是休止符 左手和右手合在一起就是 下面老师再给大家弹奏一遍 有休止符的地方呢 多去休息 反合我们的双手 并且注意指法 注意休止符的地方呢 去放松我们的双手 并且注意这首乐曲 左手和右手的指法 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练习中呢 去多加练习这首乐曲 好了同学们 下面呢 我们把考级这本书翻到第二页 我们来学习一下 积大调 一和声小调 我们先来看一下右手部分 老师先弹奏一下积大调的音阶 同学们注意老师的指法 积大调 老师要告诉同学们的是 我们在弹奏积大调音阶的时候呢 书上已经把指法给我们标明了 我们可以看 一指 三指 三指 在C和动之间 三指弹C 一指弹动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三指转一指的过程 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在弹 弹奏积的时候 我们将手腕轻轻的上移 同时呢 带动我们的一指 这样 转过来 转到 请进 多的上方 然后呢 弹下这个多 落下 接着往下弹 伸发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又有一个四指转一指 同样 我们带动手腕 向右上方移动 让我们的一指 落在这个 前键 缩的正上方 然后 落下 三转一 下行部分 一指转三指 同样 也是通过大臂 去带动我们的手腕 让三指转到 C的正上方 弹下 大臂带动手腕 让四指转到 伸发的正上方 弹下 再到C的正上方 下面 我们来看一看 C大调音阶的 左手部分 同样 我们设计到 转指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五指去弹梭 四指 三指 二指 这个地方 一个一转三 同样 我们大臂带动我们的手腕 自然的转过来 让三指转到 琴键 咪的正上方 弹下 然后升发 一指转四指 同样大臂带动我们的手腕 转过来 四指呢 在前键 拉的正上方 一转三 下键 下键部分 这个时候 三指转一指 我们 通过大臂 带动 弹起我们的手腕部分 然后呢 弹下一指 四指转一指 三指转一指 下面老师把 左手和右手 合在一起 给大家弹一遍 积大调音间 在合奏的时候 同学们一定要去注意 左手和右手的指法 一定要把指法弹正确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和尚小调音间 小调音间和大调音间的区别 就在于小调音间 通常是 以六级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C大调音间 而小调音间呢 就是从第六级开始 这就是我们的小调音间 而和尚小调音间 就是在小调音间的基础上 在音间的第五级上呢 升高半个音 升高半个音 就像这样 将 缩变为 升松 升高半个音 老师来弹 老师来弹奏一下 一和尚小调音间 再来弹奏一遍 再来弹奏一和尚小调音间 需要去注意左手和右手的指法 书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另外呢 去注意它的 一转三 一转四 四转一 三转一地方 我们的这个弹奏技巧的处理 都用慢速进行弹奏 双手分开弹 先弹右手 再弹左手 最后呢 再进行合奏 下面老师把 一和尚小调音间 给同学们弹奏一遍 注意重新的转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鸡大调 主三和弦的八音 八音呢 就是我们的分解和弦 而什么是我们的主三和弦呢 主三和弦由 一三五级构成 在鸡大调中 一级 松三级 西五级 Y 一三 那么现在呢 老师给大家弹奏一遍 右手部分的 鸡大调 主三和弦八音 都是一三五级构成 下弦 注意持续法 我们来看一遍 左手部分 左手和右手 老师来合奏一遍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小调 主三和弦的八音 在小调和弦中 它的主三和弦 由六级 一级 三级 构成 一小调中的六级 一级 三级 也就是 米缩西 这三个音 去构成的 下面老师来弹奏一遍 右手 左手 左手部分 合起来弹奏一遍 和起来弹一遍 直反 直反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其实每一条里呢 就只有三个音 只是它的音高不同而已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把 一小调主三和弦八音 C大调主三和弦八音 一和声小调音阶 以及 C大调音阶 学习完毕了 你们都清楚了吗 好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F大调音阶 和 D和声小调音阶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F大调音阶 在F大调音阶的调号里 我们有一个 降C 所以呢 在F大调里 我们所有的C 都要降低半个 变为降C 下面呢 同学们来听一下 老师弹奏一遍 F大调音阶 我们来看一下 左手部分 下面呢 老师把 左手和右手合在一起 给大家示范一下 弹奏的时候 注意它的直播 一起转直的时候 我们 手部的手 多有慢速来进行踏足 好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讲解 低和声小调音阶 低和声小调音阶 我们来看 低和声小调音阶 同样 在音阶的五级上 升高半个音 也就是把我们的 都升高半个音 都升高半个音 升高半个音变为 升高 那么这个调里所有的 都要升高半个音变为 升高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调号 调号里有一个 降西 也就是说 我们在弹奏 低和声小调音阶的时候 所有的西呢 都要降低半个音变为 降西 下面老师来弹奏一遍 低和声小调音阶 任他不易 盘奏的时候 同学们同样 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的指法 那么老师再来弹奏一遍左手部分 下面老师将双手弹奏一遍 D和弦小调音阶 同学们注意老师弹奏时候的指法 这个时候老师的重量是转移到右侧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F大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刚才老师已经讲过 我们主三和弦是由一级三级和五级去构成 构成大调和弦的主三和弦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F大调主三和弦 由一级三级五级去构成 下面老师来弹奏一遍右手部分 同学们同样去注意右手部分的指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左手 一二 下面老师把左手和右手合在一起弹奏一遍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一下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小调的小调音阶的主三和弦呢是由六级 一级 三级 六一三去构成的 D小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调号有一个降C 也就是这D小调中所有的C都要降低半个音降为降C 这一点呢同学们要去注意 下面老师弹奏一遍右手部分的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同学们去注意老师的指法 D小调节 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高踩指 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我们去弦奏一遍右手吧 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去进行手部的放松 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这一点在我们任何的钢琴练习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D小调主三和弦的八音 下面老师把左手和右手合在一起 给同学们弹奏一遍 这样低小调的主三和弦发音 老师就弹奏完了 同学们在这节课中 我们通过学习乐曲玩杂耍的人了解了四次拍和鸡大调乐曲的弹奏 通过学习杂技演员了解了F大调乐曲的弹奏 通过学习我喜欢节奏了解到了切分音 老师讲解了中央音乐学院考习一级中的音阶部分 C大调和E和声小调的第1234条 F大调D和声小调的第1234条 这些曲目需要同学们在课后去多加练习 希望同学们认真地反复地多用慢速去进行练习 好了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子和声小调和声小调和声色 对我们一起来认识 其何时期可以发现 产品 ni当轮的讨厌 也要求你 我先的拍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是一个智材的 发送 我们下期 我先的拍摄 这是个病人的